大家好 欢迎收看草哥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城 老张是刑警队长 虽然事业成绩不错 但婚姻生活却很失败 这天小城发生了一件碎尸案 刑警老王通过医务和身份证 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是洗衣店打工妹吴志珍的丈夫梁志军 一个煤厂的过棒员 老张通过煤厂老板了解到 案发时间有两个司机的玉煤路线很不正常 为了了解具体情况 老张带着手下来到理发店找到两人 可这由于老张忘记戴手铐 导致两名同事在抓捕过程中丧生 老张也受伤进了医院 等老张出院后 案子已经结束了 吴志珍把丈夫的骨灰埋在了树下 老张也被调去了工厂 成为了一个自甘堕落的保安 直到再次遇到已经成为刑侦队长的老王 得知小城又发生了两起连环碎尸案 而且都跟吴志珍有着密切的关系 老张开始主动跟踪调查吴志珍 借着洗皮裤的理由向老板打听情况 意外得知 99年的时候 吴志珍洗坏了客户的一件皮 差点赔得吴志珍倾家荡产 幸亏客户只闹了一个星期就没来了 而吴志珍则出来提醒老张 不要再继续跟着他 但老张不仅没有听吴志珍的话 看到吴志珍的手受伤 还给他买了膏药 与吴志珍一起去滑冰 老王劝老张收手 没有必要倾射其中 可按老张的话来说 希望自己输得慢点 两个人的第一次约会 没有任何交流 老张跟着吴志珍一直向外滑 最后扑到了前镜中的吴志珍 就在两人享受这甜蜜时光时 听到老王大喊 要把其冰鞋还回去 接着老张又带着吴志珍来到了电影院 不料途中被货车司机跟踪 一直跟在老张后面的老王 感觉货车司机很可疑 打算带回警局审问 没想到被他用冰鞋直接捅死了 第二天 老张根据老王留下的车牌号 找到了货车司机 发现了他抛尸的办法 用广播确定了货车司机的身份 就是梁志珍 通过审问吴志珍才知道 99年 梁志珍第一次抢劫失手 把人杀了 想到用替身的方法 让自己消失在世上 还一直监视着吴志珍的生活 只要有人出现在吴志珍的身边 梁志珍就会出手杀了他 在吴志珍的配合下 警察成功地找到了梁志珍 可是在抓捕的过程中被击毙了 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 没想到警察留队来取 当年受害人的骨灰 吴志珍谎称把骨灰丢进了盒中 老张觉得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买下当年的那件皮衣 找到了皮衣主人李先生的妻子 根据他的描述 当年吴志珍来酒吧找他丈夫后 当年他就再也没回来过了 李先生的妻子一直认为 丈夫带着吴志珍私奔了 老张借着看演出的名义 约吴志珍去游乐场 指着当年酒吧的招牌 吴志珍这才意识到 老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也许是为了让老张闭嘴 也许是吴志珍真的爱上了老张 吴志珍主动向老张献上了自己 可是在第二天 警察就已找上了门 根据吴志珍的交代 由于陪不起皮衣 李先生一而再地要求他陪他 再一次还钱的时候 还遭到了他的强暴 自己反抗的时候 失手杀了李先生 案子终于落下了帷幕 在吴志珍去指认现场的时候 老张在天台为他放了一次烟火 故事到此结束 曹哥说定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并分享哦